最近胖兔非常的忙 因为我正在进行我第二阶段的一个博士的科研 需要去各个学院招聘志愿者 非常的费时费力 所以没有时间去做视频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遇到了很多的小朋友问我一些问题 因为正好这段时间 是大部分英国高校第一学期考试出分数的一个时候 所以我被问到了很多关于 Extensual Eating Circumstance Appeal 或者是condowment path这一类的问题 这一些概念其实都是跟考试 或者是补考相关的一些行政处理方案 这个视频我想花几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稍微的讲解一下 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首先说一下这个EC Extensual Eating Circumstance 大家会遇到的情况比较多 这个就是一个特殊情况申请 往往是用于延期教你的作业 或者是你在考试的时候 遇到了哪一些问题或者一些特殊情况 你需要向马可就是给分者和学校解释 当你申请了这个EC之后 ECB通过之后 不管你是晚交作业 或者是你的作业上面有一些 不影响你给分的问题的时候 学校会着重考虑你的特殊情况 但是不管你是不是申请EC EC有没有通过都不会降低你的给分标准 就是说学校的评分标准是不会降低的 但是学校在它可操作的范围内会给予你一些理解 比如说延长你的交作业的时间 比如说有的形式必须要用电脑完成的 那你有特殊情况 比如说你们家没有电脑 或者你们家断电了 它可以接受你手写 或者是其他方式的作业等等 基本上任何可能影响你作业进度 或者是提交的理由 都可以作为申请的依据 EC一般来说是你交作业的deadline之前申请 那也有学校是你交完作业之后 七天内可以提出申请 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申请的就是越早递交越好 我自己本人呢申请过两次EC 一次EC是因为我生病了 当时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来交这个作业 那学校很快就通过了 另外一次是帮我先生申请了 因为当时我要生孩子 然后他作为父亲是必须要陪产的 所以他也提交了EC 那这样的情况呢 学校都是同意的 并且呢有不同的处理方案 我的处理方案呢 他就当时给了我28天的延期交作业 那我先生的处理方案呢 是因为我要生孩子 或者很长的一个时间 他都要take paternity leave 所以呢 学校对他的这个情况呢 让他重新选了一个新的选修课 就原来的选修课作废了 从下学去他可以选一个新的选修课 补上这个不满足的学分啊 EC呢 是英国学校对于他们人性化的 一个管理的一个体现啊 所以说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情况 你都可以提交EC 而且你的EC呢 并不是向整个学校提交的 是向你们学院的专门 有处理EC的部门来提交的 所以他的处理速度呢 会相对来说比较快啊 第二个呢 很多学生问到呢 就是academic misconduct meeting啊 这个因为之前我做了一个 非常详细的视频 解释学术部端听证会的一个过程 和应该如何应对啊 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去看一下 那第三个呢 就是appear appear呢 所谓申诉啊 它是对一个结果的申诉 比如说你考试遇到了挂科 或者会判为抄袭 或者是觉得任何不公平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申请申诉啊 申诉呢 耗费的时间很长 而且相对成功率比较低 不会超过5% 而且为什么这个过程 耗费的时间很长呢 因为申诉不是向你的学院 或者是哪个给你给分第一的老师申诉 它是向整个学校的教务部门申诉 到学校专门处理啊 complain或者是处理appear的这个部门呢 他接到你的申诉之后呢 他除了本身的行政人员 要看你的整个申诉过程 他还要继续回到你的学院 重新调查了这个事件的过程 因此啊 他花费的时间非常长 我个人认为啊 申诉这个过程呢 是很多的一些第三方机构 或者是中介最喜欢接的一个服务了 因为申诉呢 只需要填一张表 然后你可能要等上几个月 甚至半年的时间都等不到结果 申诉的这个过程呢 还是自己做比较好 要不然的话呢 你会真的处于一个很崩溃的阶段 因为你会很长时间都拿不到结果啊 那还有呢 有一些同学会问的 就是condowment pass 或者是问我 这个我考了49分 我就差一分没有到合格 我怎么办呢 我会不会不给我毕业证啊 等等等等啊 这一切的情况啊 几分合格 多少分能不能给毕业证啊 多少分属于condowment pass 就是属于软卦的情况 你们都可以参考你们学校公开发表的handbook 每个学校的handbook 对于这一些操作都有非常非常明确的规定啊 我想解释一下什么叫condowment pass 所谓的软卦啊 英国大部分的学校呢 都会有一个政策 其他的科目都表现得非常好 有一门科目没有达到要求的时候呢 但跟要求差的不是很多的话呢 学校可以不要求你不跑 直接算你得到这个学分啊 说一下我们学校的政策 我们学校的政策是 如果你是读硕士的话 你一年需要120个学分 你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 但是呢 你在这120个学分中 如果你有小于等于30个学分的选修课挂了 而且你的分数在45分以上 50分以下 其他每一门学科的学分都在55分以上的话呢 你这门学科不需要补考 直接算过 你可以直接拿到120个学分 进入下一个大轮文的阶段 每个学校都不太一样 你们可以到学校的handbook上面去看一下 包括对于你挂了多少学分 就不能参加补考 需要重修 或者你挂了多少学分 拿不到degree 只能拿一个certificate 就是拿不到毕业证 也拿不到学位证 只能拿一个结业证书的情况呢 都会在你们学校的handbook上面 有所体现 在大家问我 或者是去各个网上搜 到底是怎么的一个结果之前呢 你可以回到你们学校的官网 仔细看一下你们学校的students handbook 然后上面会对于每一个情况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啊 那最后呢 我想从时间线上来梳理一下 我刚刚说的这几个概念的一个时间线啊 首先我们把当天的考试和你交作业的deadline作为一个时间点啊 那么EC就是在你这个deadline之前或者之后的一个范围内 往往是七天 也就是说EC呢 基本上跟due date或者是submission date是同一时间发生的 任何对于你当天的考试或者当天做作业有影响的特殊情况呢 尽早的提出EC 让学校看到你确实因为某一些特殊情况而影响你的考试了 EC和due date之后的下一个时间点呢 是academic misconduct meeting 再下一个时间点呢 是mark release 再下一个时间点才是peel 在之前的视频中呢 我也有说过academic misconduct meeting是一个听证会 它是因为你的成绩被你的mark举报了之后呢 而给你一次阐述的机会 所以呢 这一个听证会是一个调查的过程 它必然是在成绩release 也就是说在成绩发布之前的 学校呢会根据你在听证会上的表现啊 做出客观的评判 最后呢才会发布你的成绩 mark release呢 是整个过程中最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呢 因为在mark release之前 所有的行为都发生在你的学院里 不会跟你的整个大学的行政啊 或者是大学的总务处发生任何的关系啊 但是一旦到mark release了 你在学校的整个系统上看到你的分数 你的分数已经在你的成绩单上的时候呢 就代表着你的分数已经有你们学院的exam board 提交给registry registry就是总务处 然后呢通过总务处的审核已经发布了 这个时候的成绩呢 是没有任何余地去改的 你去找你的mark 你的给你批分的老师也好 或者找你们的院长也好 他都没有任何的权利去修改这个成绩 因为这个成绩呢 已经得到了总务处的认证被发布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在希望改成绩 或者你有一些特殊情况 之前没有向学校汇报 这个时候你向你们学院提出呢 已经是没有用了 因为成绩release了 代表着这所有的过程 exam board都做完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只能通过appear了 appear就是对你这个结果啊 这个成绩不满 或者是你对academic misconduct meeting 不满的一个申诉 那这个申诉呢 就是像我之前说的 是由整个学校的行政部门来完成的 整个学校处理appear的部门呢 叫做appear and compliment center 所以呢 这个中心啊 或者这个处理的部门呢 他要处理非常非常多的 乱七八糟的申诉啊 因此这个过程就很长 感觉就跟甄嬛传里斯大业翻牌一样 有的妃子呢 可能几个月一年都见不到皇上啊 就是因为他又堆了太多的行政的 这个申诉让他们去处理啊 那又有很多的同学 当时就会问我 那我遇到了这些问题啊 我的成绩不满意 或者是我的成绩不合格 或者我对美国老师给分不满意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一定一定要需要feedback 这个feedback呢 可以问你的marker要 你的任何一个marker 给你任何一个分数呢 他不是随便给的 他一定是根据一定的规章制度 或者根据一定的给分标准 你一定可以去问他要feedback 我的私信邮箱有非常非常的多的留言 就是问啊 我被评为了学术不端 我被评了抄袭 我被评了共谋 我该怎么解释 我该怎么说 所有的这些问题 一概都是我没有办法回答的 因为你被评为一个academic misconduct 或者你的这个成绩fail了 或者不合格了 你要找的人就是你的marker 你要向他询问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才会被评为抄袭 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才会fail 在他给你了这个反馈之后呢 你要根据他的这个反馈做出解释 最简单呢 很多同学会给我留言问我 我这篇文章显示抄袭了 然后呢 他显示我抄袭的是学生发表的论文 student paper 但是呢 这篇东西全都是我自己写的呀 我应该怎么解释呢 很简单 你要你的查虫报告啊 你看一下你的这个student paper 到底是哪个student paper 可能是第一种情况 你自己之前写过类似的论文 你教过这个论文 在你这篇文章之前就已经提交了 那他已经到了查虫系统之中了 之前写的内容和你现在写的内容 都是你写的 但是有雷同的时候 计算机系统是分辨不出来的 因此他还是会显示 你抄袭了过往的student paper 或者说你这篇论文 给你的同学借鉴了 你的同学看到了 同样一份作业 他比你先提交 那么你后提交 你也会显示 你抄袭了其他的student paper 因此呢 不管是哪种情况啊 应该先连续mark得到你的 整个事件的feedback 然后呢 再根据这个feedback 做出相应的解释 这样呢 才是一个正确的处理方案 最后呢 非常感谢各位不脱粉的同学啊 之后我会尽量及时的更新视频啊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给我评论 或者是留言啊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再见